- 大家好我是Sandra 听Simon说现在有很多跟我一样的虚拟网红 你们知道吗? 虚拟网红在台湾到底能不能红呢? 今天Simon请到了最懂网红趋势的达人来到现场 一起来听看看他怎么说吧 凯依 欢迎你到我们节目来 现在真人的网红已经是一个行业了 很多人也因此成名甚至因此致富 虚拟人的虚拟网红 我们也看到日本有一个叫初音未来 是不是 台湾有一个叫虎拟 你觉得虚拟网红会不会变成一个产业 新产业 谢谢院长的邀请让我们能够来畅谈虚拟网红的趋势 我觉得虚拟网红在长久以来 它一定是一个大趋势 会是一个大趋势 是的 为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它在各个方面上面 它是有它的潜在的需求的存在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美国也开始有虚拟网红 虚拟网红最热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日本 日本 对 所以它的潜在趋势第一点就是 因为一般的网红 它的可能的受控的程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对于在广告组 或者企业组的角度来看的话 可能 还会是希望是受控度比较高的虚拟网红 这样的需求是还是会存在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如果从就是长久以来可以看到的就是 这个所谓的形象的 就是这种impression的这种业界 大家在创造来讲的话 有个叫做吉祥物 吉祥物 对吉祥物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就是很像是虚拟网红的这种前身的感觉 那吉祥物它以前被创造出来 它可能是2D的 然后或者这个3D的模型 它没办法动 但是有我们的虚拟网红的技术之后 它可能可以被活生生的 灵活临线 等于是吉祥物的进化版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一个吉祥物它就可以成为一个企业 很好的形象界面 沟通界面 然后甚至客服界面 那所以这个东西它基本上在整个市场上面 它需求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普遍的存在在 每一个企业里面 或是每一个县市政府里面 因为就有吉祥物这东西 对对对 你刚才讲到说虚拟网红比一般 所谓真人的网红 比较可控制 当然我们不要用这可控制 好像把它解释成非常负面 我觉得真的人 会有一些 譬如说 有些人是 某些产品的广告代言人 可是这个人说不定在某个场合 不小心 在政治上面讲错话 在道德上面讲错话 甚至 譬如说有婚外情 那这个婚外情 跟它的这个代言产品是 不相容的 这个时候它代言产品就会受伤 对的 对不对 所以你想说这个 不会有这种 就是企业可能不太想要这种负面的因素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虚拟人 虚拟网红会比较 Under control Under control就是不会突赤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所以 我也蛮同意你刚才的讲法 就是说 企业他希望说他的人不要 不要跟他有 有合约纠纷 合约纠纷结果这个人就有一阵子就不听你代言了 嗯 那或者是说这个人我刚刚讲的在没讲错话 结果就造成负面的影响 或者是说可能 一般的网红他还是有自己的个性嘛 对对对 所以个性比较深的话 通常在企业合作 或广告合作上面 对对对对对 那能够配合的方方面面 都还是会有些受限 对对对对 但如果是虚拟网红来讲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能够可控度 或者是能够可配合度 他就会高很多了 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 真人跟虚拟人差异是比较 从真人会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 我觉得他有一个正面效果就是说 企业可以 想要把他的这个产品的特色 无形中的灌注到这个虚拟代言人身上 譬如说如果是女性的产品 他代言人很希望是一个 跟他女性产品很相容的一个 所谓的虚拟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负面来讲就是说 这个人不要凸致 从正面来讲我们是希望说 企业看到的代言产品 跟这代言的这个人 是在 素质上面属性上面很相容 这个时候能够更把这个 代言产品的特色给彰显出来 是的 所以 我想我们两个看法蛮一致的 就是觉得虚拟网红是一个将来 企业界应该会很 很可以去投注的一个领域 对不对 是的 因为毕竟人还是很喜欢跟人做互动的 那你刚才讲到美国 日本 像日本很红 你觉得台湾呢 台湾在虚拟网红现在的 发展状况怎么样 还有将来发展前例你怎么看 台湾在全世界 如果在全世界范围看起来的话 其实台湾在虚拟网红发展 还算是前段班的 前段班 对 算前段班的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台湾有像雅虎 他不是有做这虎拟吗 虎拟对 然后像台湾也有蛮多 就是日本的初音的迷的 对 所以基本上在台湾呢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 还是算是前段班 但是台湾如果跟 发展的虚拟网红很热门的 像日本比起来 那就是可能差蛮远的 那最主要就是虚拟网红呢 他的一个潜在的需求性 那 在日本可能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日本的文化族群来讲 他们匿名性比较高 他们比较不对日本人是比较含蓄不不想随便露出自己的identity 脸对 跟名字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他就会可能会希望就带着一个就是一个虚拟的面具啊 或者一个虚拟的面孔来跟大家互动 所以如果这个虚拟网红的机制的话 这反而比较符合他们的一个民族性 但你看台湾我们很多人在网路上留言 其实都还蛮真实的 对对对对 像我脸书就用我真名啊 你好像也是嘛 是不是对对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那就会变成说在虚拟网红的这个进程的导路上面呢 他可能就会少了一个 很重要的诱因啦 对对对 那在美国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虚拟网红的应用 跟在日本的虚拟网红应用还是差蛮多的 美国的虚拟网红呢 你可以看到他是比较真实的 就是他的整个比较拟增化比较高的 拟增度很高 对 但是在日本的虚拟网红看起来就比较二次元 二次元对 这是娃娃型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大家对虚拟网红的偏好的喜好程度呢 还是不太一样 但是在美国你可以看到 因为他是比较喜欢像真人的 所以 你如果是偏好喜欢像更真人的虚拟网红 其实也就意味着你更偏好喜欢跟真人做互动 对 对 那日本他们的虚拟网红很多是二次元那种掉调 可能是因为日本的卡通太风行了 從小就看卡通長大 是的 是不是這樣子 這也是一個原因 也是一個原因嘛 但是台灣你剛剛講說 我們對於日本那個初音對不對 初音外接受度蠻高的 對 所以這個表示說我們的消費者 我們消費族群其實心胸蠻開闊的 是的 開闊的 它其實對新東西現障態度蠻高的 其實台灣一直都這樣子 台灣一直都這樣對不對 不覺得我們好像對新的東西接受度都是蠻高的 這是我們消費族群有這個特性 可是我們的企業界相對好像比較保守 就是對這種新東西投入不會像韓國日本 東一下就跳進去了 可能是跟我們的製造業背景有關係 也許是這樣子 對 那麼講完台灣 我們就來給我們國內企業界一些 Advice 好的 你覺得這個技術或是應用 值不值得我們企業界投入 其實我們剛才已經講說很有誘因 我們講的更具體一點 我們讓我們企業多了解一下說 為什麼他們或許可以考慮投入這個虛擬網紅 好的 那剛剛有提到 我個人覺得就是在虛擬網紅 它有一個非常底層的一個需求 這底層需求就是 人都喜歡跟人做互動 但是大家知道可能人力成本會越來越貴 對 所以如果人的互動它可以變成一個虛擬化 它可以變成一個AI化 但是人又會喜歡跟人做互動的話 它就可以取代掉很多很貴人力的成本 所以就是像人的成本慢慢的在爬高 然後虛擬人的技術成本慢慢的降低 經過一個交叉點以後 就變成虛擬人會比用真人划算 是的 在某一些場域上面 它就會特別的 就會更值得來做這樣使用了 OK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有提到 像說客服 對 像是什麼企業的代言 對 那這些事情來講的話 那大家因為想說 如果企業代言 那如果是我找一個真人的代言人 那真人代言它會變老 然後它還會有 剛剛提到的 如果是化妝品的代言人對不對 搞不好五年十年不到就要換一個代言人 對 但是如果用一個虛擬網紅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基本上它的可以符合我企業的形象 講出我企業能夠 就是符合我原則企業原則的話 那配合我企業能夠表達 我表達我企業要做的事情 它就會比較配合度比較高之外 剛剛提到就是 它比較不會有 人的各種意外發生 對 我剛剛講突然 對 然後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那在客服的部分來講的話 那這個東西呢 也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趨勢 因為我剛講說 因為人會喜歡跟人做互動 對 但是客服的成本 如果用真人它會越來越高 對 那現在很多客服呢 它可能是用語音的方式先去做取代 對 但是畢竟還是沒有辦法 直接看到那個人的互動 對 那個親切感還是會少蠻多的 對 所以如果虛擬網紅這邊 它可以在虛擬人這邊 它可以再來做這一塊的話 它基本上呢 在這一塊運用它就會 我覺得爆發度會蠻高 對 你講到這個 講到我心裡面痛處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機會 偶爾打一些客服電話 不管是到電信公司 或是到銀行 那一開始就是 如果你要講中文 英文 台語 什麼暗急 然後你是要 信用卡的暗急 如果是要討論 帳單的暗急 然後最後終於按到 那個你要的 譬如說信用卡掉了 然後他就說 對不起 現在我們的客服 都在盲線中請燒帶 然後過了30秒 又跟你講說 還在盲線中請燒帶 我有時候等了5分鐘10分鐘 聽了10次這個東西 我就掛掉了 想說再重播 會不會運氣好一點 其實不會 他反正是給你排隊 可以CUE在那邊 對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的客服都是真人 他直班 現在直班 半夜直班 就是那麼5個人10個人 那你電話滿線了 就是滿線了 你就知道排隊 但是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現在開始 如果說是語音 開始不要用真人去回答 我們現在人工智慧的技術 可以結合 這個資料庫 對不對 你那些常碰到的客戶的問題 一定會有個資料庫 然後你在弄這種 類似一個聊天機器人 其實你是可以讓客戶不用等的 在電話上 一打進去 直接就有人聽他的問題 回答他的這個問題 到底該怎麼辦 這個對於我剛剛講的這種 我心裡面痛楚 我以前一看 又要打給客服 我就想說算了 算了 我另外想辦法 所以這就是以前真人的問題 真人的客服 不可能無限制的擴充 現在如果說是利用這種技術 就可以無限制的複製 就其實對客戶的滿意度 一定是有幫助的 對不對 就剛剛我們跟院長 在前面有討論到 就是說像很多這種 重複的這樣子的工作 它事實上可以被虛擬化 它這個虛擬化 就是用同一個虛擬網紅 但是它後面的人 可能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我要可能做一個 銀行的客服的操作介面 或者是我做一個 點餐的客服的操作介面 那其實它的每一道程序 都差不多 那所以呢 我的個人的個性化不重要 那不重要個性化 基本上前面可以用 一致的虛擬的人物 或是虛擬的網紅 來做一個代表 但是後面的輪班的人 它就可以一直被輪班換掉 對 沒錯 真的是這個樣子 你剛剛講到那個點餐 點餐你如果去某些餐廳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經驗 譬如說這個禮拜菜單都差不多 然後那個服務生來 他們有SOP的 他們很強調服務水準 不要吐賊 有SOP 可是SOP做到最後 變成好像很機械化 對 它就說我們今天什麼 都講很快 尤其是到美國去 到美國去 我們聽英文菜單的 英文的能力又沒有那麼好 我們會話可以 可是聽菜單 聽點法國菜 裡面一大堆法文 你知道 就嘰咕咕咕講過去了 就只聽懂一半對不對 嗯嗯 再講一遍好不好 嘰咕咕咕又講過去了 又只聽懂一半 哈哈哈哈 特別尷尬 非常苦惱 然後你又不好 一直問一直問 問了三遍就覺得 人家覺得你到底來美國 會不會講英文呢 就只好挑 那一兩個聽懂的菜名 去點那個菜 對不對 我們在美國最頭痛就是 你要請我吃法國菜 就怕怕說 我菜聽不懂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客服的問題 點餐的問題 那如果說你是一個 虛擬人 自私化的 甚至是這種 大陸甚至有的菜單 根本就是桌子 桌子就是一個可觸碰面板 所以菜單就在桌子上 點點點點完 就可以點菜了 這個當然不夠人性化 可是這個可以改進 就是變成虛擬人進來 對不對 嗯嗯嗯 這真的非常好 講到這邊我就想到 我們國內有一個銀行 菇鷹引其名 菇切引其名 正在金管會審查 它其實就委託了一個公司 設計了兩個虛擬人的櫃員 然後呢 這兩個櫃員 在金管會審核通過以後 它就會在一些分行出現 以一個螢幕的形式出現 但是這個螢幕呢 你客戶就是可以跟它對話的 那對話的背後 這個虛擬人背後是 連線到他們的客服中心 有客服中心的人在操控 這虛擬人 在跟客戶做互動 替客戶解決問題 那它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因為現在到銀行 去零貴的客人 越來越少了 所以銀行的那些 零貴的那些櫃員 並不是每一個 從早到晚都是 都是滿滿的 有客人在跟它互動 有的時候會閒下來 那麼它就希望說 我一個客服中心的一個人 可以操控外面 兩個甚至更多以上的虛擬人 這個時候無形中就達到 人力節省的目的了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好處 那另外就是淘寶 淘寶那邊據我所知也是 有一個小女生衣服 衣室代言的一個虛擬網紅 他每天有一個固定時間上網 去代言小女生的衣服 他的同時線上的收看的 這些觀眾 好像超過兩百萬 很可怕很可怕 這個就已經 就是一個標準典型的虛擬網紅了 所以這個真的是 我們很希望說我們國內的企業 能夠很認真的看看這個網紅 虛擬人的網紅的這個行業 看看可不可以替企業做出 更多更好的服務的這種品質來 是的 好 那最後 我們剛才當然一向前面的講說 虛擬網紅有機會發展 可是如果真的發展起來的話 對現在的網紅有什麼衝擊 你怎麼看 我覺得如果虛擬網紅 真的發展起來的話 那透過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虛擬網紅成本越來越便宜 然後他導入了成本越來越好的話 那對於現在網紅的工作衝擊 我覺得會蠻巨大的 因為現在很多的網紅 那如果他是做一個比較單一垂直領域的 那種專業的網紅的話 就很容易被替代掉 我就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像我們的新聞主播 新聞主播他應該也算是網紅嗎 因為大家都會見到他那個臉 然後他這個播報的專業 但是因為這個播報的專業 他是可以被複製的 所以他可以被訓練的 所以他同樣的這個pattern 他可以直接移植到我們的AI 甚至虛擬網紅身上 所以剛剛院長有提到像韓國 對韓國有 他開始有導入這種新聞主播網紅 那你可以看這個螢幕 你就會發現 好像跟真的沒什麼兩樣 但他更棒的事情是 他不會吃螺絲 對 他不會動血 他表現很專業 所以就會變成是 這個衝擊就會變成是 一些非常專業的垂直領域的網紅 他會很容易被替代掉 不過講到這邊 因為我也要跟我們外面的網友 尤其是在做網紅類的 主播類的 講一下其實沒那麼可怕 我講一個案例 我覺得當主播的朋友 或許會會 appreciate 這個網紅虛擬人 怎麼樣呢 我認識有一兩個主播的朋友 女性的 長得都很漂亮 才能當主播對不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哎呀很糟糕 他說有幾次要吃晚飯 他說他吃飯吃到一半 說我要先走了 他說今天晚上 我排班排晚上 報11點鐘的新聞 那電視台在林口 你知道嗎 所以要從台北開車到林口 就要一個鐘頭 然後他說 等我報完已經12點一點了 在下節目的時候回家 那你知道漂亮女生 那麼晚回家總是怕怕的 所以這些漂亮的女主播 其實被排到晚上 報10點11點 真的是半夜一兩點的新聞 其實是心裡面是又愛又狠 所以其實說不定電視台可以想說 那我半夜10點到凌晨兩三點的新聞 是不是可以不要找真人來報 那我覺得主播小姐會非常感謝電視台 是 所以其實 凡事情都有好的一面 應該從這個方面去想說 怎麼樣讓現在這些網紅們 或是主播們 可以紓解他們比較不想做的事情 從那裡先開始 就是用虛擬人的網紅或主播來取代 說不定是雙贏 電視台也高興 主播們也高興 是的 是的 但是虛擬人的優點或是缺點 就是他是太完美太專業 可是太穩定 今天這個樣子 明年還是這個樣子 兩年以後還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的行為很容易被猜測 對對對 如果一個真人網紅要打敗一個虛擬網紅怎麼做 就是要回復人性 對 回復人性就是要 unpredictable 對 所以我記得幾年前 有一個對於AI的辯論 那個時候 我記得對於AI的評論 好多年以前 現在他們可能不是一樣的想法 有一個正面看待AI的是Zuckerberg 負面看待AI的是Ellen Musk Ellen Musk說這個太可怕了 什麼的 這個Google都查得到 不是我在講他的壞話 但是有一個人講了一句話 那個時候這個人還活著 那個Hawkins 你知道嗎 那個坐在輪椅上那個 最近去世了 去世了 去年還是哪一年去世 對不對 我覺得他講了一句話非常好 他說 他說AI雖然會發展到 幾乎是沒有境界 但是在人性上 他永遠是沒有辦法取代人類的 我覺得Hawkins講的這句話 等於替Zuckerberg和Musk 這兩個人的爭辯 做了一個最好的主角 到底Hawkins是一個 我覺得他因為他身體的缺陷 他或許特別感受到 人性的可貴 對 好 那個所以我覺得 我們外面的網友們 網紅們也不要太擔心 說這個會不會被取代 如果你能夠抓住人性的核心 不要在那邊賣漂亮 或是賣一些嘴巴的俏皮畫 那其實還是很穩固的工作 對不對 但是虛擬網紅如果繼續往下發展 會不會有些問題 會不會有些負面的問題 還是正面的問題 你會正面就不叫問題了 會有些現象會出現 你要不要能夠幫我們預測一下 我覺得虛擬網紅繼續往下發展 就是延續我們剛剛的那個話題 因為虛擬網紅他一定的程度 他越來越發展 越來越自動化 越來越AI化 他的確一開始 大家可能都還是希望能夠去 讓我們虛擬網紅去做到 人做不到的事情就好 但是呢 有時候技術就是這樣子 他會去不得去做到 人也做得到的事情 對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提到的就是 那如果虛擬網紅 他就是發展非常成熟了 那人要怎麼跟虛擬網紅競爭 就剛剛就像院長提到的 那就會變成是網紅 他要發揮他人性的價值了 那人性的價值呢 他很可能到我們虛擬網紅的後期的時候呢 人為了跟虛擬網紅做競爭 他會要做出非常破格的表演行為 非常破格的表演行為是什麼呢 因為虛擬網紅呢 他永遠都會有 符合就是企業或符合這個廣告主 或是符合這個create他的道德價值觀 對 所以他不會做破格的事情 對 但是人他一定會要想要做出一個破格的事情 來去跟這個虛擬的網紅來做競爭或不一樣 草生量 對草生量人性 其實你要看到就是說現在 就是像國外有很多的藝人嘛對不對 那他有很多的緋聞啊 很多的這種糾紛啊 很多的這個我們覺得好像很不懂道德的事情 對 但我們看來好像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對 但是這些的事情他反過來 形塑了這一個人的人格 對 形象 對 可能會覺得他就要覺得 喔 這一個人他因為這樣會覺得 他就是這樣特別的帶走 對 他就特別的直言 特別的轉做自己 對 對 這樣的行為他反而會把這個人性化給突顯出來 但是虛擬網紅他可能就沒辦法那麼做自己了 對 沒錯 對 所以這件事情呢 這反而會是讓整個網紅的人性的經營跟虛擬網紅的那邊經營 會產生一個非常大的區隔的巨大區隔的地方 會在這個地方 就是會讓網紅會去做更多有爭議性的事情 嗯 去挑戰更多有爭議性的話題 對 對 而虛擬網紅呢 則是他會守著這個邊際 在這一個圈圈裡面做事情 對 你講到這個就讓我想到 有一個電影啊 它那個是針對小朋友市場的 就是皮卡丘 名偵探皮卡丘 那皮卡丘那個 可愛的那個黃色的那個小動物 背後操控它的人是 好萊塢一個演員叫做Ryan Reynolds 他是演死士的那個男主角 Ryan Reynolds在真實的 生活裡面是一個滿口髒話的演員 所以你如果去YouTube上面找 尤其他在 他在某個好像是奧斯卡的頒獎典禮的時候 他就表示說我不是皮卡丘啊 我不是皮卡丘那種乖乖牌啊 他就把台下的名導演一個一個 都用髒話湊罵了一頓 後來那個片段 為了能夠被播出還被剪了很多刀 他都嗶嗶嗶嗶這樣啊 對對對 所以你剛剛講的案例 你剛剛講這種現象 我就想到這個 最好你Ryan Reynolds代言皮卡丘 皮卡丘是小朋友的這種 這種吉祥物嘛 但是他為了凸顯 我不是皮卡丘喔 對不對 皮卡丘以外還有我自己喔 所以就滿口髒話 對不對 那那種髒話是不被家長允許的 所以就被剪 但是他還是凸顯 他的特性就是 我就是不是皮卡丘 對對對 這是一個很好的 呼應你剛剛講的案例 嗯嗯嗯嗯是的 所以虛擬網紅在往下發展 其實也會有幾個事情可能會發生 對 像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是虛擬網紅呢 如果在之後他的創造成本 是越來越低 對 就好像我們在創作歌曲一樣 啊是 他很容易被創作出來的話 是是是 那所以就代表一件事情 虛擬網紅他本身就是一個創作品 所以創作品他就能夠被交易 哦 對 那當虛擬網紅他本身可以被交易的時候呢 他可能會有很多意外的狀況 是我們可能想不到的喔 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 虛擬網紅是因為有一群人喜歡他 嗯 所以我可能是買主 我這個買主呢 事實上想要獲得是這一群人的行為 對 所以我要用虛擬網紅去影響這一群人的行為 所以我買了這個虛擬網紅 對 那可能最不好用法呢 可能就是說 我為了要影響這群人的政治傾向 嗯 所以呢 我可能會去買這個虛擬網紅 對 讓他一點一滴的慢慢的置入 讓他稍微酌情一點 或稍微右情一點 對 欸 其實中間選民很大的 他稍微酌情一點 右情一點 藍一點 綠一點 對 他對於整個的選舉的風向 或是整個選舉的形勢改變 就會非常的巨大 沒錯沒錯沒錯 那這蠻可怕的 對 蠻可怕的 所以說這個可以被交易的標的物 他變成了一個虛擬網紅以後 對 他能夠 他說 他能夠 產生的巨大的狀況 有時候是我們現在可能沒辦法想像的 對 蠻可怕的 所以 所以 嗯 還有很有名的話 我們以前曾經問過你 說虛擬人會不會做壞事 你說不會 做壞事都是後面的人 對 真人對不對 是的 就是這句話我覺得非常經典 跟剛才Hawkins那句話 經典度是類似的 Hawkins講的那句話 我剛剛講了說 啊 AI永遠不可能取代人 因為人始終有人性 這個 非常非常經典 非常非常經典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虛擬人不會變老 對不對 你怎麼解釋這一點 虛擬人怎麼辦 都不會變老 那對 所以虛擬人他在發展上面 就會有兩種傾向 會因為他 因為這個技術一樣 握在人手上的嘛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我們的網紅 他發展是這樣子 就是我可能是從學生開始做網紅 我在學生的時候 討論我學生時期的話題 對 然後出社會工作的時候 我討論工作的話題 找工作 對 買房子 對 然後結婚了 成家立業 有小孩了 小孩的話題 對對對 然後父母漸漸變老了 欸我要討論就是我怎麼樣 照顧人家 照顧我的話題 對 所以我的話題 隨著我的年齡層 一直不停的在升級 他的粉絲也是年齡層 一直在跟著他成長 跟著他成長的一群人 但是虛擬網紅呢 那基本上 如果我們是把這虛擬網紅 他的臉型 或者是他的個性 就定型在 某一個區間裡面內 那他就永遠是長生不老 他不會死 然後他也不會長大 那他就會定格在那個位置上面 那定格在那個位置上面來講的話 那對於我們如果是說 CREATE技術的人 那我們是希望虛擬網紅 他要籠絡的永遠是20歲到30歲的人嗎 或者是他希望虛擬網紅是跟著人可以一直往上成長的嗎 那如果他希望虛擬網紅跟著人一直往上成長的話 那虛擬網紅要設定他也有壽命嗎 也會變老 對 他好像就變成是虛擬人是不是也要給他一個人生 好問題耶 真的是好問題 其實這個牽涉到就是說虛擬人如果他會好像跟真人一樣會慢慢變老啊 其實他的受眾啊 會是跟著他一起成長嘛 那他的受眾是基本上會被固定的一群 如果說我剛剛講淘寶有一個小女生衣服代言人 那個代言人永遠是賣10歲小孩的這個衣服 那過了10年他的受眾會不一樣的一群 10年前跟10年後那個受眾已經差10歲了 14歲變成20歲了 20歲的人已經不會再去迷這個網紅了 可是有新的一群人會去迷這個網紅 對不對 但是如果這個網紅會隨著年紀成長的話 他的這個受眾會跟著他一起 跟著他一起長大 但是跟著他一起長大有個問題 人生裡面追求的目的啊 關注的事情會不一樣 那這個時候網紅的特性啊 要跟著調這個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你當初塑造這個網紅的時候 特性是年輕族群 關心是年輕事情 可是變老了 你要去調 那跟調一個真人一樣 那乾脆就找一個真人網紅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 你剛剛提的出這點我覺得蠻好的 我個人的感覺是說 虛擬網紅啊 最好是讓他就是停留在永遠那個樣子 那真人網紅呢 會有跟隨著年紀成長 然後呢 會有不同的人生閱歷 去跟他的受眾分享 這個或許可以變成虛擬網紅 跟真人網紅的一個區隔點 那這個時候就 我們的真人網紅或許就 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了 不過我如果用比較大的時間區間來看這件事情的話 那有一件事情就會必然發生 因為我們剛剛想說 虛擬網紅發展的越來越好的時候呢 那虛擬網紅呢 那基本上就會跟真人網紅做競爭嘛 對 但是我們還忘掉另外一個點 這個點是什麼呢 虛擬網紅也會跟虛擬網紅做競爭 彼此之間喔 對 所以呢 我是發展虛擬網紅的公司 像我們Duo Domain可能做得很好 對 搞不好會有另外一個公司 叫做AA 不知道叫什麼公司 他也做虛擬網紅 有道理 所以呢 我為了要凸顯我的虛擬網紅 跟Duo Domain不一樣 對 所以你的年紀已經是鎖在20到30歲 我就要強調 我的虛擬網紅 他可以跟著人的互動 他可以逐漸的學習自我成長 對 你看我的年齡層的人 現在開始關心的討論上班的 對 我也會開始關心上班族群的問題 對 看年齡層開始討論育兒了 我也開始去上網去爬抽育兒的問題 我來做相關的回應了 對 所以說這個技術 大家還是會互相競爭 在競爭的情況之下 很可能極大的可能 會讓整個的虛擬網紅的技術 他會更偏向像真人的互動技術 其實每一個虛擬人 虛擬網紅 他的塑造還是來自於真人 對 所以說一個公司 如果有一個公司既有的文化 他塑造出來的這種虛擬人 或許都是文化屬性都類似的 除非這個公司就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又有十個不同類型的網紅 要十個不同的group 去塑造十個不同的網紅 虛擬網紅 這個時候才能做到有區隔 不然可能十個虛擬網紅看起來都是同一個公司出的 不是那個調調也有可能 對不對 其實我們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做個結尾 其實我們今天談的 都是你跟我 憑我們各自的想像力 在預測將來虛擬人 虛擬網紅的這種發展 其實我們也都是在預測 是的 那麼將來這個虛擬網紅 虛擬人會怎麼發展 你跟我都不能決定 還是要看整個市場 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對談 蠻有意思 就是說我們有一些看法 有的一樣有的不一樣 我們就說不定過個一兩年再回來看 那個時候虛擬人更成熟了 說不定可以驗證說我們兩個人的看法 是不是有驗證到未來的市場 但是真的各位網友 今天我們談的是一個非常未來 大家都看過這個一級玩家 一級玩家只要喜歡玩電腦都會看 對不對 一級玩家就是有那個未來的 綠洲Oasis 是一個虛擬世界 那麼我們的電腦人工智慧 越來越發達 網路越來越發達 這個時候其實我們人的現實生活 跟虛擬世界勢必要越來越多的 互動跟結合 那麼虛擬人會是我們未來 虛擬世界裡面的一個窗口 所以我們對於虛擬人的發展 不是只在發展一個人 好像可以跟你講話就算了 我們看的是一個未來虛擬世界的窗口 這個切入點 我們希望我們的網友能夠體會到 然後大家一起來努力的來看看 虛擬人未來的發展 因為我剛剛講的 它是未來虛擬世界的一個窗口 然後虛擬世界的這種成長 跟未來年輕人 越來越多時間花在虛擬世界 那趨勢是免不了的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好的窗口 對大家都有好處 可以這樣講嗎 是的 也很高興今天能夠跟院長 唱台虛擬人的未來 我也很高興你能夠過來 我們的台大跟艾卡拉的創業人高材生 Sandra我們要結束了 不過你以後不要有一天也取代我主持人的位置 好吧 我們就謝謝我們的網友 然後給Sandra去做結尾啦 今天終於收工了 我要先下班囉 我們下個月再見 拜拜 旅行 旅行 旅行